我们没有上市 但是业绩都是由盈利变成严重亏损 那现在就是楼价没得升 还可能会调节 楼价一跌地价就还跌得多 所以有很多间的公司都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 你觉得第一内地的楼价会是什么走势 第二会不会影响到香港 两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即使深圳这么强的地方 现在楼价也 好 回到这里是支对话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 施老板你好 我有和你们熟下的中原房友圈做节目 其中一个题目就是深圳的成交量 我不说是楼价 成交量大跌了七成这么多 这个是我曾经的一个题目 施老板最近好像国家对房地产 也有很多政策出来 我很关心你怎么看 就一个房地产就 现在被列作是 骑在人民头上的山座大山 就是人民的生活上的压力 觉得来自于山的部分 一个就是前一轮都已经受到打压的教育培训行业 变成了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去补习 应付考试 就是令到妈妈生多一个都有担忧 那另一个就是医疗问题 就是医疗的负担很重 因为遇到什么大病 就是劳保也包不了这么多 变成了一病就有负变贫的了 政府也觉得医疗方面的负担要减少 所以很多药行都被逼要大幅减价 去减轻人民的负担 另一个就是房地产 就是很多年轻一代 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都会觉得房价 和他们的收入很脱节 就是置业无望 对前景有担忧 所以从民生的角度 政府是希望压低楼价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 在中美较量的时候 政府觉得太多资源流入房地产 是造成社会资源错配 就是说你的资源 中央政府是希望你拿去做芯片 做高科技那些才是战胜竞争对手的一个就是关键的环节 难道赢美国 我上海的楼价比美国纽约 那你快速些认识低威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都要说科技的实力 经济实体经济的力量 那太多资源落到房地产是政府不赞成的 那另外其实中国房地产在改革开放后 就已经高速建设了整三十多年了 那很多城市 如果不是好像深圳的人口增长得这么快的城市 大部分的地方房地产已经建立了 就是建好的房子 已经多过当地的人口总量 那如果再起来也浪费了而已 浪费资源而已 所以就政府其实就不想社会自然浪费 一个对这方面对和美国的竞争没有帮助 另一方面也都造成人民的负担 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是出重手的 就是我们在内地做房地产中间 就最快感觉到 一个就是银行二手市场 基本上是不借钱的 就是你想买二手楼 它是不借钱给你的 那你可以买什么 一手它还没吊停的 因为一手都吊停 等于发展商卖不出房子 就资金链就断了 它卖不出房子 没有钱还银行债 没有钱找建筑公司的数 建筑材料那些数 这样就社会整个经济受冲击 如果是小业主买不出它房子 它就先捱一下世界 买这么多房子 那所以现在就要小业主近了它 那一手还可以做一下 二手就很难做 所以之前大陆有一家叫贝壳的公司 在美国上市的 高峰期升到差不多七八十元 现在跌下去十元 松一点而已 那差不多不见了八成 那这个是做中介的 我们没有上市 但是业绩也是由有盈利变成严重亏损的了 那做中介的很不变 做发展商也不变的 因为他们以前借到尽 想着买多些地回来 借到多少买多少 楼价升地价又升 那它就解决问题了 那现在就是楼价没得升 还可能会调节 楼价一跌地价就还跌得多 所以有很多间那些公司 都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了 另外中央又画了几条红线 有三条红线 就是一踩界就照你去问 那现在有一些公司 前一轮都传 香港也有些在香港上市的 那它基本上 就是那些债到期 会不会违约 都有问题 现在很明显它都要卖资产来顶住 那我自己看 政府都不想说它的债务违约的 但是它不会说政府出钱来救你间公司的了 它现在是要你出卖资产便宜些 都要卖了它 那些公司最近在香港 就是有些写字楼大厦 都要低于买日价卖出 那另外它以前买了一些地 都要 现在可能政府说一帮忙 就帮他找一下有没有买家接手 那你这些公司就以前很风光 不可一世的 那现在其实是面对很大的压力 那之前越借得多越做得大 现在就越借得多越守未长 那它们那些以前就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就是说不能够过到关都算幸运的了 但是这些曾经最大的公司将来卖完资产之后 就之前那十几二十年的努力可能付诸流水 你刚才说是大幅亏损了你们 我们当然要大幅亏损了 你楼价跌了交头少了 我们的规模不是一下子可以缩的 我们开了很多铺 请了很多人 那上面是过千间的铺 整三四万人在上面工作的 那你突然间少了那么多交易 那要养住它也不简单的 租就要照交 要不要裁员 要不要裁员 原来现在都自己那些做这一行的人 都在这里考虑着做不做下去 就是我自己看接下来就是中国每年的开发量 我前两年我已经说中国内地房地产的开发量见顶了 那房地产开发公司每年的业绩 从那个建成的面积来说一定会下跌 而每一尺的楼价又跟着下跌 起又起少了 卖又卖便宜了 那你说这些公司 他们的业绩会多漂亮 分分钟 那就是建红也不奇怪的 你看最近有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 已经发刑警 说因为那些开发商欠他们的佣不给 他又有整19亿的佣未给 那他就要做坏账 那我们都面对同样问题 不过我们没有他这么集中 几家大的开发商 我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客 那所以每个欠点每个欠点 欠点欠点一个发展商 都差我几亿起码的 你觉得第一内地的楼价会是什么走势 第二会不会影响到香港 两个问题 我刚才说起的量会降低 卖的价钱会降低 二手市场的交投量会降低 那楼价会跌多少呢 本来譬如深圳认为楼价是很强的 每个人买人不卖出的 那现在你起码会出现 你卖出的时候没有银行借钱 那有一堆要向银行借钱的客人 就被废了武功了 那你又不卖字 如果你等钱花要卖的 那你说有hold那些 可以full pay那些 就是可以给现金那些 那些人少很多的 那你的销售对象窄了 那你为了卖成 那你是不是要减价才吸引到人 那我们看到即使深圳这么强的地方 现在楼价都跌了很多 跌多少都很难说 因为交投也很少 嗯嗯 所以真的是 因为现在譬如深圳 不止深圳 很多城市都采取有所谓指导价 是 就是我们经纪卖楼呢 就不是照业主开什么价 卖什么价 要照政府指导下的价钱去卖 政府就管不了业主要什么价 层楼是业主业主说要什么价 政府管不了 但是政府管我们中介公司 他说你不应该叫价 超越政府认为社会的核理价钱 那么你只能够在广告上面看到价钱 只能够跟政府 那么你开价就低了 那么客人看到这个价来问的 问到你又说业主不止这个价 那么他们当然是一个可能不相信 另外也不肯 以为其他地方有这些价 所以我认为楼价的方向上就向下的 跌幅呢 都我相信10%以上 就是第一这个价钱已经跌的 都10%了 明白 但是问题是我们经常说是深圳有很多的需求 而现在供应反而减少 那会不会是支持到楼价呢 还有它是二手不借钱给你 不是一手的供应减少 一手供应深圳也不算多 所以它才卖得这么好而已 但是当银行不肯借钱的时候 你就难卖得出的了 那么现在是发展商卖楼 政府政策上都还要支持一下 小业主卖楼 政府不管你了 不借就不借了 明白 明白 这样对政府的财政有没有一些压力 政府的财政当然有压力 以前是地方政府是不配合 中央这种取态 其实是年纪 不要说年纪 两三年前已经有这样的取态了 不过地方政府仰奉恩惠 因为地方政府很靠卖地的收入 所以它没有执行得很好 那现在中央就开始站硬了 如果你那个地方的楼价没有回落 叫你压抑楼市 你没有压抑 你就乌沙不保了 就找了一些人来制期了 所以每个人现在都是收不收入 赤不赤字是一回事 先保住的楼价不要被人拿来制期 香港楼价怎么会受影响呢 会不会呢 香港的楼价就没有那么直接 香港有一国两制的另外一个环境 但是前一个阶段 政府对很多的行业的监管 都严密了 最先是蚂蚁上市被叫停 又要家庭管理 跟着阿里巴巴那些又罚款 就是那个 那个搭车是不是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 上市之后都被追究 他的APP被逼下架 那这个互联网公司又受影响 那些送外卖的公司 就是逢亲靠资本无罪抗张 靠消钱战领市场 踢走行家那些公司 都被看成是 就是采取垄断的行为 那都受到一定的打压的 那你会看到那些受打压的行业 股价就回落了 如果香港的恒生指数高峰期 是三万多点的 现在就跌到二万六 二万 跌了差不多有成两成 那你财富蒸发了 买房子的能力也会减弱 还有财富蒸发了 会令别人省省的 那所以本来我看下半年楼价 现在是有机会上升的 那现在实际上前 就是上个月都破了新高的 但是这种气氛下 楼市都多多少少被淋了一些冷水的 但是香港就暂时看不到 是对后市有太大的担忧 股市受影响多于楼市受影响 因为楼市始终是有光性需求 有实际居住的用途 股市就是投资为主的 那投资气氛差了 对前景没有那么明朗 自然有压力了 所以你觉得可能升幅是放慢 还是会有跌幅的出现 中小型楼宇在这个水平增持下 应该站得至甚至升了一点 那投资市场就好看内地通不通关 是否给内地的资金 下来香港 那就我所接触 内地的资金 现在出海外投资 就是 譬如去美国 这个担忧是大了的 很多公司没有在美国上市 唯有在香港上市 美国说 共产党人就不让他去美国 又说他买了资产 又可能面对被冻结 那些 那你知道大陆富起来的人之中 很多都有共产党背景 那没有得去美国 唯有考虑新加坡 香港那些 所以香港也还有一定的资金吸引力 多谢施老板